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 爱航配恒 立法会新界东补选陈埃落定 公民党阳岳桥一共赢得超过16万票 而被受关注的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 就赢得66,000多票 两人的得票率相加超过50% 但尽管两者的理念不尽相同 但站在政府对面的派别 赢得今次选举就是不争的事实 今次选举得票率达15%的本土派 作为第三势力的崛起 固然是其中一个关注点 但另一样值得关注的 就是这一场变相小公投 对于政府施政的影响 在梁振英的管治下 政府施政一向强硬 就连同属建制派的田北俊 也批评他经常与泛民开片 从高铁撥款直至版权条例 泛民一直坚持进行拉布战 政府官员和建制派 就施政他们的行为不得民心 不利民生和阻碍香港长远发展 但这次选举 被视为反对派的公民党和本民前 加起来的得票率就过半 反映就算在建制一方长时间谴责下 仍然有多过一半的选民 选择站在反对政府的一方 就好像授权泛民继续拉布 在这个情况下 政府有必要正视反对声音 不能再用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作为不听民意的藉口 香港社会近年严重撕裂 有人说是社会激进分子的责任 但如果政府真心想解决问题的话 就应该要探讨这班人 为什么要站出来抗争 如果在一场选举过了之后 政府的态度依旧 不排除日后将会有更多的本土派出现 长远来说 甚至有机会成为主流 随着抗争者的手法越来越激烈 政府的施政会更加困难 而社会的问题就像一个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最终爆发更加严重的暴力冲突 随着这一场没有烟消的选战落幕 抚平社会伤口的责任就落在政府身上 到底政府的施政会一如以往的强硬 还是会尊重一下民意稍为软化一点呢 这个问题就似乎只有特首梁振英才能回答 香港近年每隔几个星期就有大事发生 在这里我希望政府可以认真检视施政问题 等香港人可以休息一会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